你好欢迎收看4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莲疫情升温 确诊人数再扩大 指挥中心8号宣布 本土新增384例确诊 而其中花莲县一口气暴增了24例 主要以奥斯卡餐厅外疫的感染扩散为主 也在创4月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确诊最高 提醒民众随时做好防疫 指挥中心8日宣布新增本土384例 其中花莲县新增24例 花莲县府指出 奥斯卡餐厅馆传播链进一步扩大 增加18人染疫 该群聚累计45人确诊 另外此际医院急诊传播链也新增2例 花莲县到目前为止一共有71例 而今天增加的24例 就是正位跟大家报告 增加的24例里面 有两例是实际的延伸 两例学生的部分 那另外奥斯卡的部分 也增加了我们刚才讲的22例 今天奥斯卡部分增加了22例 都是由奥斯卡的员工还有顾客 以及在兼职另外延伸出来到家人的部分 这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那现在开放了 青少年开放1、2剂可以打莫德拉的疫苗 半计 这个建议接种基础加强计就是半计 那如果还没接种的呢 可以到医疗院所 还有我们13个卫生所都可以去掐寻 那因为他未满20岁 所以家长务必要陪同要签同一书 这是一个最新的接种的规范 那特别说明跟详情报告 所以在这里真为第一个 还是呼吁大家 如果在足迹有重叠 在奥斯卡或者是7-11 或是你有收到细胞简讯的通知 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到 这个布花来做这个筛检快筛 第二个就是在今天已经礼拜五了 礼拜六礼拜天 未来的十天请大家尽量减少聚餐 减少聚餐 然后减少群聚 只有这化人火小 有一个学童是阳性反应 但是这个孩子从4月1号到5号连假 6号 7号 8号并没有到学校来 这个部分是4月7号 这个孩子是被确诊的 所以他从放春假到现在 但是都还没有到学校的 另外北川国小的部分有两个学生 但是他是因为家长被匡列隔离 所以他们整个家居家隔离的部分 所以学生也尚会到学校 另外水源国小是他的父亲是确诊者 所以水源国小有一名学童也没有到学校 也是居家隔离 把它变为居家隔离 另外凤林国小的部分也是居家隔离到4月15号 这个也是在检验中 并还没有检出来 另外花岗国中有两个学生 一个老师 但是现在在这个筛检中通通都是阴性 那他为什么会被这个 现在会居家 因为他有一个学生是去上家教 而这个家教老师是确诊者 所以是被隔离的 现在是居家隔离 所以以目前来说 很多学校的状况都是相当稳定的状况 4月9号到4月10号 我们有乐国杯的幼儿少年足球锦标赛 这是延期 4月12号有创一歌舞协会 举行的这个歌王歌后的歌唱大赛的部分 也延到了5月30号 华联縣府也说明疫苗施打对象和时间地点 呼吁民众前往施打 确实落实失联制 鼓励外带减少在外用餐 才能降低染疫风险 记者长邦远华联士报导